警方表示 11月27日傍晚 一架载有两人的小型飞机 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 撞上一座书电塔 两名乘客被困在距离地面 100英尺的飞机中 撞击导致该线大片地区断电 联邦航空管理局和蒙哥马利县警方表示 这架单引擎的慕尼M20J飞机 大约在11月27日下午5点40分 撞上了PEPCO电力传输线 11月28日凌晨12点36分 飞行员和乘客从飞机上获救 28日凌晨3点左右 救援人员用起重机将飞机从塔上卸下 并将其降至地面 整个过程中 公共事业承包商不得不断开高压电线 以便救援人员可以展开安全营救 蒙哥马利县消防和救援服务负责人 戈尔·斯坦28日凌晨表示 飞行员和乘客获救之后 被送往当地创伤中心 他们严重受伤 与体温过低 骨科和创伤问题有关 根据介绍 飞行员是66岁的莫克尔 来自华盛顿特区 乘客是66岁的威廉姆斯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 电力公司PEPCO表示 这起事故损坏了一个传输系统 导致大约8.5万名客户 停电大约6小时 过渡系统将大量电力转移到配电变电站 然后将电力输送给客户 截至28日上午 所有客户都恢复了供电 文字幕提供 查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